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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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果果 啊不对 糖可儿 你 对啊 天哪 啊 虽然我看过你瘦的照片 但是我真的不敢相信 那个一百五十斤的重量级胖妞 变成你现在这样 哎 糖果果已经是过去了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美女 糖可儿 你会惊待所有人的 来吧 带我开启我国内的新生活 没问题的 我们这水开得很及时啊 全部酒 这些互联网大会在屋子里面 召开 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我们 中国的互联网经济 哎 这个时候 我们为千金匹婆做准备 是非常的必要的 好 飞机晚点啊 我刚下飞机 什么 新媒体胜点开始了 快 是 怎么样 我个人推荐 我个人推荐 翻译好的是有钱人 那个十四号二十号二十九号 还有三十号都不错了 分别是看歌跳舞游戏 还有魔术 不错啊 快快点 是 我跟你说 其实今天啊 来的人啊 都是来冲那个海岳总裁霍冰的 谁 霍冰 怎么会是他 大家听说今天是海岳总裁 要签约主播 都蜂拥而至了 海岳新媒体 是真的有实力啊 谁要是被他看上的话 你刚说的是谁 霍冰啊 没错 他就是我们大学的校草 霍冰 霍儿怎么办啊 真的是霍冰啊 没想到现在摇身一变 变得那么有身份啊 变成海岳新媒体的总裁了 哎 霍冰 霍冰 现在我们隆重地请出我们海岳新媒体的总裁 霍冰 闪亮灯草 霍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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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将会有一位幸运儿 跟我们的郭总裁共舞一曲 开始我们今天的开场舞 那这个幸运儿是谁呢 我们要选一位特别的主播 这个主播是谁呢 举光灯给到他们 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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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们 是你们 不是你 对 再转 再转 对 对 对 好 又是你 这个自信的女孩 自信的可以不用化妆 素面朝天的女孩 可儿 她来了 怎么办呢 来吧 幸运儿 今晚的第一支舞 邀请你一起来跳吧 没想到 没想到 我的金星打扮 反而让可儿卷上了 被挑上的幸运之星 也不要太过于高兴了 可儿 她真的不认得你了 难道说她一点都不记得你 以前怎么会那么傻 我傻 你们都会面对我的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都跟你说了我不太会跳舞 你会包容我吧 怎么回事 你故意的吧 你故意的是不是 现在是故意的 你 不跟你玩了 这是谁找的人哪 怎么回事 这人到底谁找的呀 你为什么要跟我分一手 我不要 谁呀这是 我是你女朋友啊 你怎么说忘记把我忘了呢 我每一天 每一分钟 每一秒 我看不到你 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我警告你啊 我是真的不认识你 你再不放手 我就要完了啊 我是你朋友啊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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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人 用的还是这个烂章 快把他弄走 今天啊 我给你们两位做个正式介绍 唐可儿 是我在英国的朋友 霍宾 是我同母义父的弟弟 这牛排看着就好吃 真香啊 这 你干什么 我去洗手间还不行吗 祝你们俩吃得开心 唐小姐 小心别噎咒 拿着 哒 可儿 其实我想让你回国的原因是 我希望你能加入到我们爱结集团 你在英国主秀的课程是新媒体经纪 如果你能加入到我们集团 一定可以学以致用 我这次回来 就是打算以后想回国发展 但是 你不要着急答应我 可以先考虑一下 明天请你来公司参观一下 那我考虑考虑吧 唐可儿能跟我好好说一句话吗 像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 别的女孩见了我 都是各种讨好求约见 她倒好反着来 怎么琢磨 这事就是不对啊 我先去到卫生间 好 你要干嘛 今天的这一幕 都是你精心安排的吧 故意在活动现场素面朝天 你是想故意接近我 恭喜你 你出位很成功 你做到了 不过我建议你 麻烦以后不要用这么低级的方法 来接近我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你呀 从我的助理做起 这是我的名片 明天你到我公司来报到 只要你敢来应聘 我就敢录用你 等等 我不会去你公司的 黄小姐 陆总正在开会 我先带你参观一下 找我干嘛 我正准备去开会 我是来告诉你 唐可儿 这一层呢 是海域新媒体的办公室 总裁办公室也在这一层 真是冤家陆总 郭总 康健 这位美女是谁啊 这是陆总的朋友 让我带她来参观一下公司的 这层不用参观了 我们换下一层吧 美女 不用这么躲着我吧 麻烦你让开 康健 你先去忙你自己的事吧 今天我有时间 我来带这位美女 亲自参观我们公司 这 那 行 那辛苦你了 霍总 美女 你又往哪儿跑呢 陈主理 最近霍宾怎么样啊 董事长 霍宾挺好的 比以前强多了 她倒是每天都来上班 那臭小子 每天都不让我省心 美女 今天这顿打扮 霍宾 prediction 霍宾 老子 这个是公司 麻烦你放尊重点 霍宾 快起来 来 你没事吧 霍总 蛋干 你怎么心跳那么快 你在干什么 这是公司 知道吗 一天到晚那你干什么呢 姑娘 跟我去开会吧 我 姑娘 别愣着了 请吧 早安 贝贝 这是什么打扮啊 让我猜猜 让我猜猜 你是要上班去 我觉得你说得太对了 我干嘛因为货编 放弃我的职业理想 那也太瞧得起他了 对吧 对呀 那 爱吉呢 是个大公司 我选了这份职业呢 就是选了一份最好的职业 亲爱的 无限支持你 那 等我好好干一番大事 加油 我走 我走 我先认识一下吧 我是你的组团板 他还敢跟你斗 让他走着瞧 之前说过的话是不是都不算数了 你不是说你永远都不会接受这份工作的吗 之前说的话都清零了 麻烦您现在移下您的御腿 走出来 离开艾姐 现在 马上 耍无赖是吧 我告诉你这份工作不是你想干就能干的 我让你滚 你就得立刻马上离开我的视线 我是总裁 话说了算 总裁 我这个工作是董事长给我的 他亲口答应我让我留下来工作 要不你先给董事长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如果他让我走 我立刻就走 我 我 对了 现在我是你的助理 如果你不方便打这个电话的话 我替你打 我现在入职了 董事长 董事长的电话我也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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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可儿 我们走着瞧 好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是我来得太早了吗 你不是精英吗 我给其他人都放假了 工作都交给你了 你就好好表现嘛 可儿已经演七息鼓了 他怎么还挑事啊 好 好 嗯 嗯 嗯 今来的助理不错嘛 挺正典啊 说什么呢 说备头 跟我来 七老 做我助理第一条 就是老板让你干嘛你就干嘛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这条不合格扣十分 扣十分 满分一百分 现在你还剩下九十分 什么意思啊 想必我妈聘你来当我的助理 给你的待遇不低吧 或许你是因为高薪的诱惑 而接受这份工作 但是没人告诉你 这份工作没有适用期吧 双白头 解释 实用期间一百分扣完了 就结束了 结束喽 我第一天就被扣十分了 所以美女 你的处境堪忧啊 来了你干嘛 快跟上啊 快 快 快跟上 来来来 扭一下 来来 扭一下 下面有请美女唐可爱 为我们摇曳一段的 钢管舞 使用期不过 是不是只能走 当然了 我比你闹够了没有 成天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 你整天干嘛呢 我心思怎么不在工作上了 上班的时间 来看别人跳钢管舞 这就是你的工作吗 对啊 你以为我是来看美女的 其实 我是来物色主播的 但是我觉得 盯着她们看的人是你 我之所以牵她们 正是因为她们展现出了她们的才艺 你如果真的觉得这份工作 不适合你的话 我也不勉强 你可以趁早离开 我不会勉强你的 你 汪北人 见你的队员用一下啊 去吧 没你们 早离开 快 맞아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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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这游戏不适合你 别玩了 你们要想玩我就陪你们玩 但这游戏不是白玩的 以后要是我赢的话 那艾姐以后牵什么样的人当主播 就不是你一个人说的算 我也要同意 杨茜茜 acquisition miner 你有没有不会是 sed 明天 你查看 他跟崩子鱼 有没有 现在浪儿有没有 est 太烫了 谭可儿 谭可儿 你是不是掉在所里了 快出来 谭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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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谭可儿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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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可尔 唐可尔 唐可尔可是你的助理啊 不用急你玩命吧 我告诉你 唐可尔和别的女孩不一样 她怎么样了 没什么大碍 你们不用担心 病人说完夜就可以回去了 谢谢啊 不客气 哥 唐可尔就交给你了 我先走了 艾结集团的入职通知书 职位总裁助理 我没有打算接受这份工作吗 我可以理解成 你不接受这份工作是因为货兵吗 果果 果果 果果你醒醒啊 果果 我也没喝酒啊 怎么头还疼起来了 这个唐可尔 为什么这么严实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你你也不想要做 你自己没想要做 你自己不拥你要做 你自己没想要做 你你自己去啊 你自己自己去呢 你自己来自家 你自己自己赢得 我自己的自己的需求 我自己灵敌 你自己的什么都说 我不会 我自己来自家 我自己也不可以 里面 你怎么在这儿 霍斌给我打电话 他不认识你的朋友 也不知道你住在哪儿 霍斌 我没事 我已经好多了 就是有点头疼 那不行 还是要留下来 住院观察一天吧 不要了吧 我不太喜欢待在医院 我想回家 我呀 真是扭不过你 你酒精过敏 以后就别喝了 好 知道了 人才 不怕考验是吧 那就别怪我把考核升级 我的助理不是那么好当的 就看你能力够不够 我东西怎么都被搬到这儿来了 火冰 你可以把我调离爱情 但是你要给我一个理由 你要是拿什么 因为看不惯我这样的理由 我不接受 理由 好 那我就给你个理由 是因为你工作没能力 你说你入职这些天 你干什么了 好 我告诉你我干什么了 时尚教主崔丹妃 粉丝量上千万 赛车手胡静 叛逆女王 网上所有关于她的视频 都会被疯狂转载 氧气美女范甜甜 健身照走红网络 在直播平台教大家跳健康仓 她的手关注度 敢超明星 你给我看这些干吗呀 这些 是我锁定的海悦新媒体 接下来要签约的主播 你锁定 拜托 请你分清主资好不好 我是你的老板 你是我的助理 而不是左右我要签谁 你们昨晚不是说好的吗 以后你签的主播 我也要说了算的 昨天晚上游戏你也没赢啊 所以啊 你做的这些工作都没用 都属于无效工作 那你这样太不尊重 我的成果了 受不了我这个老板 那你就走喽 让谁走啊 爸 董事长 爸 您怎么来了 海悦新媒体的员工 都让你吵得差不多了 我能不来看看吗 他们干得不好 我当然要吵他们了 是员工干得不好 是员工干得不好 还是你这个当头都没干好啊 这是你做的 签约主播的方案 董事长 不错 挺好挺好 我看这是综合了人气 财气 还有各方面的综合因素 这个方案不错啊 好 就按你这个执行 具体的工作也来负责 谢谢董事长 我一定会努力完成 不让您失望的 那 好好干 你也是 对了 你看 如果有优秀的员工 你也可以代表公司 把他们招进来 好 他这么能干 还招什么其他员工啊 就让他一个人包揽得了 好 工作上的事呢 你们商量了办吧 我还要去其他的部门看一看 你们忙吧 董事长慢走 好 再见 唐助理 这是你的快递 刚才你不在 我就替你拿了 谢谢啊 没事 我们楼上没笔了 我 怪不错 我 我楼上没笔了 对了 跟你住在一起那个胡静她 你干嘛问这个 没什么 我就随便问问 跟你住在一起那三个女孩 倒都挺好看的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打她们的主意 我就是评价一下她们吧 你用得着这么紧张吗 你无聊 你该敷面膜了 我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只是觉得你的脸近看 真挺操的 你才在喷香水呢 臭都臭死了 这 我要是你啊 我根本就没脸 跟她们三个住在一起 那 你们两个又互加起来了 我怎么看着 就那么像 小情侣在互相打情骂俏啊 打情骂俏 我跟她 开玩笑 可爱 你喜欢我送给你的礼物吗 你说那帮话 浪漫爱情故事 你找我吗 你要是找霍彬的话 她在楼上 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 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怎么觉得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我来找你 就非得是什么坏事吗 我是来找你 签约的 签约 你不是说要跟我签约吗 怎么着 改变主意了 没有啊 但是 你怎么会站在我这边 你不是被霍彬收买了吗 这每天办事都是看心情的 别梦梦叽叽的了 你到底要不要跟我签约啊 一两一 签签签 这就签 来来来 核档在这儿 笔 好了 就 就这么签完了 我都签完了 你还不相信 上面已经有我的名字了 要是一个签名还不够的话 要不要再加上我的唇印啊 小淼 我好爱你啊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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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那鬼哭狼嚎呢 耳朵都快变成龙了 霍总 你看啊 这是什么 余小淼 你这个叛徒 我就喜欢当叛徒 就喜欢看你们俩互掐 今天等小姐还有事 我先走了 改日再观战 你给我站住 拜拜 余小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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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嗯 哎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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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自己撕 还是我来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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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撕也没用 反正余小淼现在是要签的 你撕多少份 我就让他签多少份都可以 你 你撕啊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也没有地方倾诉 不知道跟谁说 我今天 要不在这说吧 反正你们也不认识我 不会笑话我 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就是觉得 最近遇到很多事情 连累了别人 也连累了公司 觉得人生遭遇磨难 我都不知道怎么走下去 我有的时候啊 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会去看可爱的小动物 就觉得这样 心情会稍微好一点吧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啊 我来睡觉吧 晚安 明天就要开媒体大会了 也不知道忽编现在怎么样 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呢 忽编 喂 可儿 立马穿上衣服跟我出来 这么晚了干吗 听话就是了 喂 董事长 您上次让我查一下陆明杰 现在已经有结果了 咱们海月新媒体的竞争对手 花直播公司 表面傻 赵亮是法人代表 但真正的幕后老板 是陆明杰 看来 唐可儿被诬陷 是华直播的商业间谍 肯定是陆明杰所为 这次我们集团 霍宾遭遇的公关危机 陆明杰肯定也有落井下石的行为 嗯 嗯 智美在线的业务 陆祥是不是提出来过 让陆明杰来负责 是的 陆祥是提过这个提案 嗯 我知道了 这么晚要带我去哪儿 一个月的期限 明天就到期了 说好的签约四个主播 你只签约了一个 还说输得不彻底 那是因为我要提签走 不然的话 我可以把四个全部都签了 好吧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 相信你一次喽 我看你还挺神气的 还开着好车 你不知道 车子是上市公司的 我多开几天好车 又怎么样 一 二 准备好啊 随便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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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走 走 走 怎么样 这棵很美吧 那边问我一个好朋友 走 我带你去认识一下 我的朋友叫西宝 那只娘可好玩了 我每次来都去看她 西宝 好久不见了 你是不是都不认识我了 那你认不认识瓜子儿 不过他们都不认识啊 这么久没见 饭量还是这么大呀 该减肥了 看看人家 多乖 不过他们真的很乖 谢谢你带我来这里 不许那么凶 听着没有 小乖 拜拜 走了 真不想面对残酷的明天啊 好 你不是 一向都不在乎外人对你的看法吗 是啊 我真的不在乎 我已经百度不侵了 那些董事会的人 想开除我就开除我呗 那些媒体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我不在乎 可是 当我真的拿着纸箱 走出公司的时候 看到爸爸失望的表情 我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平静 你说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我啊 我当然是个十恶不顺的大会蛋了 书本 全世界谁不知道 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啊 可是刚才 我看到你跟鹦鹉玩得那么开心 那些笑 都是发自内心的 跟平时那个浮夸的你很不一样 我觉得那才是真实的你 那个 褪去所有的浮夸和伪装的你 虎鱼 虎鱼你干嘛 放开我 虎鱼 让我抱抱你 谢谢你 能够 在我最孤独的时候陪着我 这种感觉真幸福 谢谢你 我 我 我别 走吧 还能够干嘛 回去吧 明天我们一起面对暴风雨 刚才那个举动 你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那我可以解释为 患难间的战友情吗 朋友之间 会这样吗 其实我一直喜欢堂口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表达方式 我知道你追女孩比我再好 所以 我希望你能教教我 教我一个好的表达方式 可一定不能被拒绝啊 可儿 给我点时间 我会解释给你听的 已开心 我生了好的 我生了好的 只能把你愿意 拿来 作业的心 外套看你 被你抱紧 确定爱我的人 就是你 无需犹豫 不用担心 答案就像你的眼睛 生的生命 又太清晰 倒影 这爱情漫步的踪迹 男人输 可以 但是要有男人的样子 给你做的心息符 这是 今天哪 就是你接手海岳新媒体的日子了 这一套心息符 就让你荣光焕发 早就盼着你有扬眉吐气的这一天了 昨天你都没看到霍华诚啊 眼睁睁地看着他儿子 被赶出董事会 就这件事都够他恶心半年了 真是大快人心哪 海岳新媒体接手以后啊 一定要尽快地做大做强 三个月之内 我们绝对是行业里的第一名 到时候 直播这一块 就是咱们说了算 让老狐狸霍华诚 再看看他的笨蛋儿子 对比一下 他都不好意思进董事会 到时候 都不好意思封给他财产 好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我一会儿还有发言考要准备 好 今天看你的了啊 为了美好的早餐 美好的今天 干杯 哥儿 你丢了工作 一会儿还要去参加那个 记者招待会接受批评 怎么还有心情吃早餐呢 早餐当然要吃的啦 早餐可是我面对挫折的动力啊 所以一定要吃 开头开头 我跟你说 这个山拉是我今天早上新做的 太好吃了 尝尝吧 我 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说点什么 我努力想想啊 虽然我不能跟你们签约了 但是你们要答应我 你们都要擦亮眼睛哦 对 菲菲 你是条件最好的 所以千玉的平台 肯定特别特别多 但是 你不能只挑一个 他们给你条件特别好的 还要 还要 注重这个公司的发展前景 田田 我觉得 你应该要找一个 可以挖掘你内在前者的公司 那些只看到你性感 没有人在乎你感受的公司 通通都不要 胡椒 你知道的呀 我一直都很欣赏 你喜欢赛车这件事情 我也知道 你很多事情都喜欢藏在心里 很难对我打开心扉 但我希望 有一天 你能跟我说一说 因为我真的很希望 能交到你这个朋友 李妹 虽然我没有什么资格评论你 但我还是想要告诉你 急功近利这种手段 不能换来幸福 一下子讲了这么多 我自己都觉得我很搞笑 吃饭 我都饿了 吃 吃 吃饭 吃饭 你今天真精神 待会儿发布会 全靠你了 怎么样 做好心理准备 面对一会儿的局面了吗 我没什么 反正我一直做不出成绩来 这样信任了 也挺轻松的 之后怎么打算 有没有想过出国进修 哥可以帮你安排 出国进修 也好啊 这样我先出去见见世面 哥 今后你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 这样我才有机会继续身躁 臭小子 董事长 董事长您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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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呗 好 好 大家好 我是霍斌 是海域新媒体的总裁 海域所有主播的负责人 非常抱歉 由于我个人的私人生活问题 没有处理好 给爱杰集团 造成了严重的声誉损失 也辜负了一直以来支持我们 喜欢我们的人们 我伤了他们的心 对不起 在这里 给大家道个歉 当然我知道 一句简单的道歉 说明不了什么 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所以 我今天要把大家请来 召开这个媒体见面会 这里有很多记者们 也有很多媒体朋友 我就是想宣布一件事情 从今天起 我霍斌 正式辞去海域新媒体总裁一职 涵断 有很多遍 它就是 那些人 会有怎么办 那么就是 要是 好 好 好 这耳朵所有男的 这耳朵都算了 我们海月新媒体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责任 在这里 我决定跟着 霍总一起 引咎辞职 我宣布 我们海月新媒体的 新负责人就是 虽然 怒 서 等等 小鸣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我来要个说法呀 快回去 一会儿再说吧 可儿 你放心 我说过 我是你和霍兵哥的守护神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们分开的 行了 别闹了 快回去 你拉我干吗呀 今天要是我不把想说的话说完 我是不会走的 小鸣 这是新闻法不悔 不是玩过家家的 别胡闹 我可没有胡闹 霍总裁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前几天刚刚签了我 你现在却要辞职 那我怎么办 你总不能签了人家 就不管人家的事 这点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不是说我们俩辞职了 海域新媒体就没有人了 会有更有能力的领导 来带领你们 我不需要什么更有能力的人 我之所以跟公司签约 我就是冲着霍总裁和唐助理去的 现在你们俩要走 我不答应 谁啊 我这还没人 我老板 不是说我那 这人哪来的 是 叫把我把他轰出去 不好意思 这可是二次元界的大神 粉丝有数百万的 如果你们想被粉丝骂的话 就敢办 不行 我去看你 还有我们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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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咱们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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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还能签约吗 签约 对啊 你不是让我签吗 还签不签啊 签啊 当然签了 请问你们是基于什么原因 才决定签约海悦的呢 冲着公司的领先人呢 刚才信任的这两位 霍冰和唐可儿 其实我和微达人呢 都是海悦新媒体的签约主播 这次出来亮相 就是告诉你们 我们和海悦新媒体共勤了 合约一会儿补给我们 所以 像李妹这样的劣质主播呢 只是个别现象 不代表我们海悦新媒体的现象 我 范田田 胡静 才是公司真正的实力 一个公司有的时候呢 会有看漏的时候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不要盯着那几个不好的 而是要多看看好的主播 比如说 我们漏 不知道你们今天 这场发布会的主题 到底是什么 陆总 怎么办 情况有些不妙啊 咱们先别着急 先看看情况再说吧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 火灵 你现在立即去个地方 阅电 打热 石头 奇怪啊 没人 怎么样了 我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人 废物 找个人也找不到 你们几个究竟是干什么值得 别被他们的话题带篇了 赶紧问创造的事 谢谢你们 你们对我太好了 你可不要太感动啊 我们可不是为了你 我们对公司挺有信心的 我们都是海悦新媒体的一份子 我们要和海悦新媒体共同进退 谢谢 知道说什么吧 快去 你妹怎么来了 你可不可以 来 可不可以 说不出来 你跟我过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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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意思 李妹小姐 请问前两天 发到网上的那张不雅照 是您本人发出来的吗 是 是我发的 你怎么把李妹找来了 还先害到我们爱结集团 不够丢脸吗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她现在不是给爱结丢脸的人 而是 能帮我们打败霍宾的人 请问您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把那张照片 发到网上去的呢 是为了炒作吗 请问你是自愿拍这些照片的吗 这些照片跟你签约海悦新媒体 有什么关系吗 董事长 李妹小姐 你为什么不回答呢 难道真的跟外界传闻的一样 你是偷拍这些照片 放到网上进行恶意炒作 你对他人评价你是 无下线炒作的小丑这件事 你是怎么看的呢 您找我 陆总 让你们准备的通告 都准备好了吗 嗯 现在 霍宾因为床召门事件 正下巴而泰 正好趁这个机会 赶快写篇文章 狠狠猜的 明白 陆总 这位记者 我觉得你在这个场合 提出这个问题 非常地不同 李妹小姐 怎么也算是公众人物吧 你在这么多人面前 提出这样的问题 你不觉得 是在把留言继续往下传吗 我觉得民众有知情权 请说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 好了 这些问题我来回答吧 我跟李妹小姐拍的那些照片 是真实的 不过这属于我个人私人问题 我不愿意多说 但这些照片最终出现在网上 绝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意愿 那你的意思是 你跟李妹小姐是男女朋友 我跟李妹小姐 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这些照片 之所以会出现在网上 我只能说 跟你们想象的不一样 事实上 李妹签约我们公司是在下午 这张照片是在晚上发出去的 所以说 事情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李妹小姐 她的照片 跟我们签约没有任何关系 照片的流出 也使公司非常的意外 可儿 你不用为我掩饰了 照片是我拍的 那请问唐助理 你们海悦 为什么要跟李妹小姐签约呢 毕竟李妹小姐的名声 不是很好 我想请问一下 在座的各位媒体朋友 什么叫做名声不好 这些不好的名声 都是谁传出去的 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吧 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都为了工作 忙碌奔波 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 事情的对与错 都是盲目地在网上追求 那些绯闻 那些炒作 大家只会在饭后 一面把李妹小姐的事情 当作丑闻来说 另外一面 又会把自己当成正义的法官 我想请问一下 在座的各位 有哪一位真正了解他本人 真正了解这个事情的状况呢 我知道 在你们眼里我就是个老鼠屎 我知道我智商低 人品差没脑子 我也知道你们说 我是无下线炒作的小丑 但是 我真的真的非常小红 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 认识我 我不想默默无闻色生活 我也不想死了以后 没有人知道我李妹是谁 我不甘心 可是 我就是个普通人 不 可能我还不如一些普通人 我相貌平庸 我没有才艺 我没办法 关于我跟霍彬的照片 是我知道 霍总在酒吧喝醉了 我欠他不省人事 把他带到酒店摆拍的 但是 是我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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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霍总之间 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会对大家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也伤害了我的朋友 这件事情 我错了 我给大家道歉 我们海岳新媒体 不会放弃我们签约的每一位主顾 李妹签约我们公司之后 一定会成功转型 今天 她能够站在这里 给大家当众道歉 就是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所以我希望 大家可以给她信任 给我们海岳新媒体一些信任 我们海岳新媒体 一定会继续传播震子量 成为行业内的标杆 没事 没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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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 都会和海岳新媒体 共同进会 我相信 在霍总裁和唐助理的带领下 我们一定能创出非凡的成绩 我们一定能创出非凡的成绩 在霍总裁一位 天火 顺太景 咱们